大家好 今天要介绍iSTEM的光学第一套 就是前望镜 我们需要的配件就在桌上 首先我们可以先设定桶形 我们看到一些部分有微弱的坑位 我们接着它摺 我们摺好坑位之后 其实应该会看到一个桶形 包括最后的这两道 我们看到桶形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样 在这两个位置摺好之后 这里的长桶形 就是可以沿着那个边 贴住它 然后我们就做另一个长桶形物 同样地 逢是有坑的地方 在这中间摺好坑位 全部都是 看到那些坑位 摺好之后 又是 将这里摺入 这个位置黏住 接着这个 就摺入这个MIRROR的后面 和面的中间 卡住它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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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又是一个长桶形 我们又是 好像摺入一个长桶形的盒子 这样 就在这里 摺好它的位置 放一点力 那里如果有双面胶子 就可以用双面胶子 黏住它 好了 我们大致的初形 做了之后 我们就要摺好镜子 留意 镜片里有一个薄的胶子 记得 撕掉它 这样就会变得很光亮 我们撕掉胶子之后 我们就看到有MIRROR的位置 我们就可以按这个镜子 同样地 这个后面也有双面胶子 撕掉 和面那层的胶子之后 我们又是把它摺入MIRROR的位置 好 好了 大致上 两个长桶形 我们都已经弄好了 然后 我们就可以把一个 塞进去另一个 看到有Focus 那个 通常我们都是把它放在里面 用来伸长缩短 可以就是这样去调教 你要看东西的方向 看看你想看前还是看后 你可以把桶 随意调回位置 和伸长缩短去看看 那个实验的结果 究竟会是怎样的 那我今天的实验 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